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李跟小陈要跟观众朋友讲一个可能大家不知道的秘密 什么 就是我们平常除了露营啦 试车之外 稍微有再赚一点外快啦好不好 所以怪姨才可以换车嘛 对不然通告废物 不是因为part time有时候会接得到单 有时候又接不到 因为最近疫情你知道吗 我们生意比较不好 但是小李我跟你说 我今天早上抢到一笔大单 所以我才这么早把你叫出来 太好了 只要有钱赚再早我都可以 你有来过这边吗 没有 这里其实旁边是一个算果菜的批发中心 我们今天要载满满一大车的蔬菜 把菜送给那个需要的那个店家就对了 对 没有错 当这个中间的负责送菜的司机 但是呢 我们的交通工具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是 不过你来到这边应该看到满街都是什么 林立 德利卡 都是中华的商用车 不过 这些投家一定都没有看过这一台 你说这一个啊 这一台是全新推出的中华林立 A210 我知道之前是有A180跟A190嘛 对 当然210就是它的整体的种重啦 以及货床的负重 货床的大小都有提升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一台更棒的身材力气 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完成我们的任务吧 好耶 太好了 因为我很喜欢吃菜 所以我们赶快进去果菜市场 我顺便shopping一下好了 好 出发 出发 掌声 看一下我们今天在的是什么 冬瓜吗 我们今天在冬瓜吗 不是 这个啦 这个这个 就是 哇 葱耶 好漂亮的葱喔 所以今天全部都要上 蛮多的 对 没关系我们 有钱赚 挑战看看 好 先把这个后面的床先放下来 他需要 他要往内推 对 有 这个往内推 然后就可以下来了 其实它很方便啦 我把侧面也开一下 等一下 智希 这个是 这是木头 这是木床 这是木床 对 这是木床的车型 那我刚刚讲了 因为这一次它的载重 还有木床的面积都加大了 其实你看这个床 有2410mm 所以它比A190多了10.4公分 那载重呢 其实已经来到950公斤 有100 多了176公斤喔 但是你同列 你应该是不是 同级车 最高的负重量 比什么Suzuki的Carrier 那些都还要来得更高 所以这台车要是载不下 也没别的车载得下了 好 我今天最在意就是载重量 没错 毕竟比较务实 身材工具 这个抽嘛 那你要放上来 好 我放你推 我上去喔 你小心耶 有点重 我这很适合你知道吗 我很适合搬货耶 其实抽还蛮重的耶 我发现 蛮重的 因为它是整整的一大箱 你真的很像老板娘耶 你不要在那边夾妆很累喔 明明看到大哥自己 要帮我们搬 我至少有搬了一半上去 大概搬那边四五下 只是这个 其实观影看这个捆绑绳子啊 那些其实都有他们职业的 专业技术在 要有技术 好 我们现在其实上了 底下有一层 一二三 这上面还有一个 总共四层 然后呢 很明显的发现啊 刚才呢 烹车的时候 后面货斗没有载东西 跟货斗载的东西之后 它的那个整个平台呢 稍微下潜了一点点 而且你看 像这一次呢 因为A210 它的重量增加了 对 再大950公斤 对 所以它换上了14寸的台圈 14寸的旅圈 它的等于整个 行路的安全性也有强化 那我觉得最大重点 是因为它是搭载 这种强化货台用的叶片式弹簧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载了这么多 也不会有什么安全性的疑虑 那我们刚刚在开过来的时候 其实冠宜有在抱怨 就是空车台有一点跳 但是 所以四季大家都好辛苦 对对对 因为货车基本上就是这样 它又为了比较高的负载啦 那现在我们载了满满一车的一日冲农之后 我们来感受一下 其实它开起来的时候 还有甚至这一次A210 在车辆的本质上有一些进化 我们可以来体验看看 好 当然 出发咯 诶 志希 刚才我们空车跟现在载满了通之后啊 我发现啊 这个我就在副驾的弹跳感啊 完全没有了 是吧 这台车变得比较稳定一点了 对 天差地远耶 其实 老实说 这个商用车 舒适度还可以 后面真的要在乎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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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前后的平衡性比较好一点 对对 但其实呢我觉得 刚刚这样载完啊 因为它整体的这个货台的设计啊 真的是还蛮人性化的啊 就是难怪台湾这么多的头家都会选择 中华林立这种商用车来 擋身材工具对不对 其实我们现在上来开车 出发我们的那个工作的旅途 其实也不会特别的累喔 但我觉得其实这一次在车内啊 这个A210 其实在商用车的部分 也给上了很多的好料 嗯 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比如说我们的椅子啦 一些门板的一些 呃材质 都用上了黑色的烤漆 所以呢整体的质感 我觉得是好一点 这个是雅致黑的颜色 新增的 那其实包含它还有什么拍浪头啦 一些细节的部分 都做了很好的处理 就质感也稍微提升了一些 对不会真的以前这种商用的那种塑胶感啦 那种硬直塑胶 那种比较阳春的感觉 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高咯 欸我发现它有音响上面有那个什么Panasonic 还有加什么蓝牙对不对 对其实在之前的车型上就有Panasonic的音响主机 但是多了一个蓝牙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如果不是在录影 其实在送货的过程中 要听个音乐什么的 我觉得也很方便喔 算是 嗯 再人性化一点点的设计 欸可是呢 它这台车它的引擎动力配置是怎么样啊 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好像 开起来好像觉得说加速啊 也蛮好的啊 然后跑在这个果菜市场出来的时候 感觉不出来说它的这个动力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它这一具的引擎是 1.5升的4缸汽油引擎 1.5 那这是一个领利蛮标准的一个配置 那虽然这样听起来自然进气啊 那马力97.9匹而已 不过呢 因为它的整体的这种车格的设计 再加上引擎其实扭力输出是非常饱满的 这一定要的 这一定要的 因为你是货车 嗯没错你负重会比较高嘛 要有这样的需求 对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现在上这个光复桥 对不对 满载 其实我油门大概含十分之一而已 蛤 这大一点点而已喔 对其实它很顺很顺的就上去喔 那也因为这个 13.7公斤米的一个扭力输出呢 我觉得它的平顺性是还蛮不错的 这个过伸缩缝的时候 我喜欢这个感觉 真的有乘用车的感受耶 对 好稳喔 怪你你想像我们刚刚如果是空车的时候 其实后面就会跳了 我大概头会直接撞到上 没有啦开玩笑 有点多有点多 对然后它这一次因为 一般我们看那种过车的司机啊 手夸只放一瓶结冰水 然后在那边换档有没有 这一次有这个自排的车型 我们就轻松了很多喔 它是一个四速自排的设计 当然它你也可以选择五速的手排 那它们的油耗表现其实都很好 一个12.8一个12.7公里每公升 都是符合一级的能源油耗数据 所以又省油 等于说你其实身材的工具本来就是要让你的成本尽量降低 对 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呢一次出车就可以载很多的货 这是陶家们还有一些司机大哥们最在意的事情 对但你看好怪你其实我们像现在因为后方有堆货嘛 所以我正后方的视野比较差一点点 但是它因为它两侧的后视镜其实很大片 所以你坐起来再加上它整体这个车舱的布局设计 视野啊比你开什么CUV啦什么先辈车都还要更好 你完全就看到你的车头在什么位置 对不对 没有盲驱的死角的感觉喔 对我知道你最喜欢这种车 其实女性同胞应该也很爱 但因为台湾其实也有我觉得也有蛮多的女桃格 对不对 还有女驾驶 今天这个小李老板娘我们要让她试个车吧 小李来帮她试喔 好 老板娘感受怎么样 小陈我觉得很好开耶 我就说吧 我本来还想说就是我坐在这个地方啊 会不会说因为 其实我现在足度有点比较高 比较高 然后加上这个方向盘 它的角度跟一般的车用车是不太一样的 对要习惯一下一下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完全是非常旧手的 然后我觉得视野很好 还有因为载了货之后啊 它整个路面啊弹跳感的回馈 对我觉得就像是乘用车 你可以感受到路面的那个感受啊 然后还有 你看它这个回转半径好小喔 它的回转半径只有4.9米 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视野啦 然后这台车的溢架性 所以我说真的啦 只要你有汽车驾照 基本上女性驾驶也是没有问题 因为其实有些人会担心说 你以前可能开货车的时候是手牌 对对 那有一些限制嘛 所以现在你家里的老板娘们啊 就是老板啊 跟老板娘可以换手 对对对对对 等于你可以多借好几张单 或者是老公出去忙的时候 就是老板娘可以稍微一副分担一下这个生意喔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所有的商用车的买家来说啊 当然它省油 它的车价不高 它的维修保佣很便宜 这是一个很低要素嘛 但是呢 除了在这些功能上之外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大家慢慢也开始注重到安全性了 对还有 那在这一次的灵力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好东西出来了 第一个我看到的是 它这个盲点啊 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记得冠友 我们之前试那个A180和A190的时候就有出现了 对有些东西可以选配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即便是一台车价大概50万上下的商用车 也有盲点侦测可以监视你的安全喔 那我觉得它的电控 就是电子类的主动安全辅助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包含最基本的这种标配的ABS 防缩子的刹车啦 刹车力道分配 还有刹车辅助主动防止反复 这个在你比较今天这种高负载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实用 对对对对 还有紧急刹车的警示啦 预警刹车刹车 刹车优先 这些都是在你的 日常的行车驾驶途中 帮你的第一道防护的把关喔 其实表现还不错 它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上坡辅助啊 对 然后这些东西 因为如果万一我在 这个货车 这个载货量这么大 对 我上坡的时候 可能我会送货到三丈 对其实像车身都会稳定啊 然后你看这边还有群细放跨的一个开关 还有关于刚刚讲的 抖波环这样的辅助 那包含现在法规的这个胎压政策 全部都是这台车的一个标准配备 而且它的胎压政策是有数值的喔 它不是只有形式里有异常 对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蛮值得赞上 那包含双前座也有这个辅助气囊啦 包含安全带也有预缩的功能 甚至是 你看JW的方向盘上面 其实有一些些功能键 对不对 它还有定数 对它还有定数的功能 没办喔 欸你看 我们现在在巷弄间穿梭 对不对 全部都大 比我还要大的车喔 全部都是三顿半的片头 可是 你看我连女生啊 在这个巷弄间穿梭啊 我都不用害怕 因为我觉得这开一般的 有点像开一般的那种乘用车的大小 对 没有压力耶 就是我转换之间完全是没有一个违和感 冠仪开着一辆满载的货车 你看他们都不能过去揪我可以 对啊 这什么奇葩的画面 我好想买这台喔 因为平常不录影的话 我可以拍菜 真的要检查 能赚钱耶 对 我们到了 钱马上要入袋了 对 任务完成 我们或已经送到了 Mission complete 讚喔 可以喔 停得很好耶 所以老板娘开一台车也是OK的啦 真的 哇太厉害了 来下冲 走 走 OK 我们完成任务了 真的 对我觉得 这样子体验下来啊 这些老板跟老板娘们真的好辛苦喔 真的蛮辛苦的 然后又要搬货 我体力真的一定要够 对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 有一台好的身材工具 真的蛮重要的路 对 尤其是你这么辛苦的时候啊 不要让车变成你的负担 像我刚才在这个小弄间的这个穿梭啊 对 我会觉得是完全没有压力的在穿梭 嗯 好这个就是它的优势就出来了 对 关于刚刚在技巧展示 哈哈 也没有 这突然觉得它好像是一般的那种小车一样 让我比较讶异的其实是 你在那边下货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女生操作那个木床啊 它旁边的那个盖板 然后还有它的高度 感觉好像都是设计的还不错 对 因为我觉得即使是像我168公分的身高 如果说是160公分那种老板娘也很可以啊 因为你会发现它那个高度 是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 对 而且它有三面啊 都可以下货 对对对对 使用上蛮方便的 我们刚刚后面停一台货车嘛 对 然后我们就在想说 我们是不是要开前面一点让它下 其实这种车 最重要的其实是侧边的下货的能力 对 你看它的A210的木床那个长度啊 其实它整个翻开 我们在那边搬那个葱都非常的方便 对对对对对 我们刚刚总共搬了 这一次今天摘了多少 32箱 然后 32箱 斯蒂大哥说是大概一箱大概20公斤 所以我们大概摘了650公斤的 完全没感觉耶 对 那我现在有点怀念那个葱 因为现在我们下空的状况 对对对 就开始有一些路面的弹跳感又回来了 就会变得比较清晰一些 是是 但是这也算蛮正常的 因为 但已经比我印象中的货车还要再舒服了 对舒适很多了 也好开很多